哈喽,大家好 我们在商店里如何选购菜苗、幼苗或者是树苗呢? 我们应该看什么?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是种植季节 那么有很多苗圃,很多苗都摆在外面 琳琅满目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选购的时候往往有很多都摆在面前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选最高、最大、甚至已经开花结果的? 这样对不对呢? 我说不一定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选择? 看哪些方面? 我们要看这个根部长的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打开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苗 然后看看这个洞里边 它有没有出来的这个根 有没有出来的根 如果要是在这个洞里边 它已经有根出来了 说明这个根呢 它长得已经很好了 比如说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根都穿出来了 可以看到这个根 根已经显然都出来了 这就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这一颗呢 它的根部已经非常的发达了 那么我们看这个 根就不多 这个我们看这个根呢 它就不多 说明这个就长得不好 它的根部不丰满 不满 根是不是越满越好 也不见得 如果说是这个特别满 就说明这个植物呢 它已经在这里边就是 呆了很久了 很久了以后 这个根部已经完全的 就是全部都出来了 就是说明这个根呢 它已经受限制了一段时间 所以也不好 那么比如说像这个 像这个 因为它是两颗嘛 你可以看到这个根部 就非常多穿出来了 因为它是两颗嘛 所以说它的根部呢 就受到了限制 已经受到了限制 再一个我们选择 就是看它的土的这个 土的多少 像这个土很少很少 说明什么呢 像这个它的土就很少 而这个就很满 那么这个土很少 这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它的这个 这个发育的情况 不是太好 因为它的土的 这个营养不够深 所以根部发育不好 那么所以你也可以看出 这一颗是癌 有一些癌 要看树干 那么这个枝干 枝干呢 是越直的越好 那么弯的呢 像这个斜的 或者弯的 它就说明了 阳光的照射的情况 不是太好 需要弯腰才可以 接受到阳光 是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植物 它都会去寻找阳光 那弯了 说明它就是 阳光见不好 它去找阳光 你比如说 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显然就看出来 它是弯弯的 你看弯弯的 它就是这弯弯的 弯弯的就不好 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像这一颗 看这一颗 直直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的阳光呢 就是见的是最 敷上 它就是得到阳光 已经是得到了非常好 那么所以说呢 就是我们要看这个 枝干 长得直直的 而且这个头上 也是在 头上也是直直的 不是这种弯弯的 像这种弯弯的 弯了腰以后 就像去够阳光一样 像这样的不好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 这个直直的 我们选择这个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根部发育也很好 那么我们选择这个 OK 就是开花 或者结果的情况 那么现在呢 因为我这个 它并没有结果的果汁 我们来看这些西红柿 它有开花结果的情况 我们往往一看见 开花结果 就非常喜欢 偷其所好 商家呢 一般都会 让这个植物呢 最好是有果实 挂在上面 非常的漂亮 那么顾客就喜欢购买 比如说我们说 这个柠檬树 你看这个小柠檬树 它非常小一点点 它已经在结果了 已经开花结果了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往往就是说 他们在育苗的当中 催熟它 让它有结果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customer 就是我们这个顾客呢 都喜欢去买这种结果 因为这个植物 因为大家都比较喜欢 觉得它已经结果了 以为它回去以后 就会结果 继续结很多的果子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在往往 这两种情况 比如说这棵柠檬树 它没有结果 而那棵呢 已经结果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虽然它已经结果了 你可以看出 它实际上是催熟的 我们从叶子上 就已经看出 它已经是倦石了 就是说已经劳累的不清了 你看叶子都已经出现问题了 叶子已经黄黄的了 买西红柿的时候 有的时候 卖的西红柿 也已经开了花了 或者是结果了 实际上 它那个开花结果的 你买不如不开花结果的 所以不要大家 像我们以前的时候 都喜欢看见开花结果的 就马上就挑那个 实际上是不对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说明 它已经在催熟了 让它催生了 让它开了花结了果 所以说它已经 非常的劳累了 你再搬回家以后 很可能它就会 那个果很可能就会掉 或者是 就是很容易 很wake 很容易死掉 再一换盆 一换到地下 然后它就非常的疲劳 然后就可能死去 再一个我们要比较 它的这个 开的叶 开的花 这个枝干粗细的情况 往往枝干粗的 或者是已经开了很多的枝叶 茂盛的这样的呢 往往比那个少的 稀少的要好 比如说这两个 我们可以看比较 那么这两棵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叶子非常的小 而这个叶子非常的大 非常的丰满 就是非常的多 那么叶片比那个要多 显得那么这个呢 就是比那个要 就是 就是枝 枝干 叶面 叶比较丰满的 多的 丰富的 多的 我们要选 要选这样的 另外我们选择 要选择 我们要看看它 有没有 stress的 上 也就是说 疲劳 或者是已经有 病的那种 那种情况 那比如说 这个叶子 我们已经发现 它有一些 点点滴滴的东西 那说明这颗呢 它已经有这个 病灶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把它 拿回家以后 就有可能 把这种 这种 针菌之类的 或者病虫之害 带到我们家里去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 这个我们是不能选的 就是说 这个我们可以看出 它是有病的 我们要尽量 不选择这样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 一般的来说呢 我们要看这个标签 那么这个标签呢 我们看 最好是买 这个local的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 California 我们是北加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最好 利我们越近的 产地越近的越好 而不要是 在很远的地方 因为它有一个 水土不服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要看看 它在哪个地方 比如说 这个 它是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 Union Springs 阿拉巴马 不是local的 那么我们 挑选的时候 我希望是挑选 Local的 就是我们当地的 那么就我们这两棵 我们选哪两棵 当然是选右边的这一棵 这一棵是最好的 就是按照我们标准 总结一下 我们标准就是说 它的底下 有根已经出来 说明它根部已经在长得 非常的丰满 第二呢 它的枝干 是直的 没有弯 说明它接受阳光 接受的好 第三呢 它开花 这个当然不存在 它没有开花 是比较好 然后它的枝叶 比较旺盛 比较 叶面 叶片比较大 然后它没有 没有这个 Stress design 就是说 叶面 没有出现 这个 斑点 或者是疾病 疾病的特征 Stress design 而且这个 这个叶子 我们可以看出 还光亮 说明这棵呢 就比较好 而且还要看 它有没有根 在根露出 没露出来 如果根已经 穿出来了 说明这个土 太少 而根部 已经受到了 很长时间的限制 所以 也不好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 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 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 搜索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 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 和收藏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